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流浪 不是因为我厌倦了家乡 不是男人这类的冬天太长 而是我终于都知道你的方向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感伤 不是因为我突然的成长 不是有天有人想我第一颗糖 而是我终于走到了你的身旁 我从前 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流浪 不是因为我厌倦了家乡 不是男人这类的冬天太长 而是我终于都知道你的方向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感伤 不是因为我突然的成长 不是有天有人想我第一颗糖 而是我终于走到了你的身旁 我从前 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流浪 不是因为我厌倦了家乡 不是男人这类的冬天太长 而是我终于都知道你的方向 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流浪 如果有一天我